我相信生气的人绝对不止郭董一个人 我想请问一下薛瑞源 难道你现在是党疫苗2.0吗 现在竟然还敢这么大声来呛郭董 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不了解人民的需要是什么 薛瑞源昨天呛郭台铭很像疫苗推销员 郭董蛮生气的 有发脸书也有透过声明来回应 但有些人觉得说郭台铭最近动作蛮大的 是不是其实是在为总统选举铺路 有关于总统铺不铺路 这个时间还很长 但是我觉得薛瑞源针对有关于买疫苗的问题呛郭董 我相信生气的人绝对不止郭董一个人 尤其过去政府在党疫苗 这个事情世上到目前为止 政府都还没有给人民一个合理的交代 那我想请问一下薛瑞源 难道你现在是党疫苗2.0吗 也就是为什么薛瑞源他不能够从过去政府党疫苗这样的错误的行为能够深置检讨反省 现在竟然还敢这么大声来呛郭董 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不了解人民的需要是什么 刚才有说发现乌云农其实这两年都没有在经营北中山跟中山区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觉得现在蛮有信心的对选情是审慎乐观吗 对没有错我现在对于选情来讲的话我真的是审慎乐观 但是我还是不能小看乌云农先生因为他在三年前他也确实参选过 那不过也确实在这个地方上 那我所了解他后来在选后并没有特别在经营地方 好像您几次都要乌云农来辩论 但他就有提到说好像您一直在喷这个政治口水 会觉得他就是不敢吗 我想就是在民主选举的过程里面辩论 这真的是一个选举的常态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不是吗 国内外在选举的过程里面都有透过辩论 来让选民更了解候选人的理念跟他的政策 所以如果说要辩论是口水的话 那我觉得这根本违反民主的基本常识 停止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